目前,全红禅已经结束全国锦标赛和选拔赛的任务,接下来将会好好休息,后续继续备战明年的巴黎奥运会以及多哈挑战赛。 在这次比赛期间,可以看到全红禅遭受到不少非议,遇到了很多烦恼。 比如在首战比赛中,全红禅因为自己的失误问题丢掉单人的冠军,比赛结束之后,居然有极端粉丝现场怒斥裁判,声称裁判存在黑箱操作,让陈玉希夺走了全红禅的冠军。 这个事情在外界引起非常大的关注。 结果在第二战选拔赛中,全红禅又再度输给队友无缘拿到单人项目的冠军。 赛后,陈玉希再度成为众矢之地,有些极端粉丝频频在社媒攻击全红禅的队友和国家队负责人,无疑是非常不应该的。 眼看饭圈这种疯狂的粉丝行为愈演愈烈。 最近超过500万粉丝的官媒南风窗在社媒中发表了一篇文章,点名提到全红禅的遭遇,重点批评了饭圈的乱象。 就在晚上9点钟左右,南风窗在社媒发表了一篇文章,标题的意思是饭圈文化又盯上全红禅了。 在这篇文章里,他们重点回顾了最近全红禅粉丝的过分做法,批评了这些粉丝行为中包含的饭圈乱象。 在他们看来,这种饭圈粉丝的行为对于运动员来说没有任何的好处,而且会严重影响体谈的比赛氛围。 除此之外,他们还提到前段时间在机场怒斥饭圈球迷的王楚清,认为他和全红禅一样同样受到类似的困扰。 文中还提到国家体育总局在11月底的时候已经推出相关的政策,呼吁严厉整治饭圈乱象,希望这些粉丝能够适可而止。 另外一方面,希望大家回归到理智的追星中,在赛场上支持这些优秀的运动员。 从目前来看,各大媒体一直在为这些运动员打抱不平,因为他们是最无辜的。 本身他们一直努力低调训练比赛只为祖国争夺荣誉,偏偏某些极端的粉丝却自以为是,因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运动员好。 实际上,他们所做的种种极端行为都是自私自利,都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私欲而已。 考虑到这次事件影响恶劣,对于周济鸿这个国家队的负责人来说,日后再看到类似的情况,应该及时出台政策干预。 比如遇到一些极端粉丝搞事的,应该考虑拉入黑名单,日后不再让他们进入赛场观看比赛。 当然另外一方面,对于全红蝉来说,以后建议尽量减少曝光度,努力低调训练和比赛,用成绩说话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